你要看 你們現在要學習看 所以要你們做什麼呢 等下你們要做的練習就是 有時候太想打一拳上來 你先接 就停住 停住了之後 你在這個位置感覺一下 你可以做什麼 一很簡單 撥開這邊 打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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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們一個動作上去可以有三個連續性 你們要強迫自己有連續性的連貫 而不是停留在一個 比如說好你隨便一個上來 我在這 這個位置下來 一二三 你要能夠接三個動作 而且是很直接 很有效率 練 棒 一 這是我第一個上來 所以接下來我做呢 一二三 我動了就是三個 所以你可以在一開始一樣連 我第一個擋到他的時候 先停下來先想 然後不要用手去走 用看的 用感覺的 他的手在這 他的手在這 好我在這個位置我的姿勢擺好 我可以做什麼 你不要這樣的事 都不要 先在腦袋裡面想好 好 我可以做什麼 棒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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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你想好了之後 一次要動三個 然後確定他是有效的 他有前手的用途 也就是例如 我可以在這 我可以上後手 然後我怎麼樣去搭配我的動作 我怎麼樣這樣子交接他 我可以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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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 你可以慢慢做 可是你的動作要像這樣 順暢 流暢 然後重點式的 我這樣接到他的動作 標準的來講 這個位置就是標準的槓板 單手拉下來 這也是我們的標準動作 上手肘再上手肘再上的 這個動作是可行的 為什麼可行 你正常的反應出後手 這是可行的 你今天如果他一個人 我們都是朝連打 一 你當然可以選擇正接 這是一種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樣接 你也可以在接的時候 往外帶 你往內帶跟往外帶 你選擇一般我們外面這樣攤手的接觸 你可以接深一點 你可以接的時候 帶步伐進來 然後後手同時做動作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接 最基本的 拍臉下肘上臂 這個基本技巧 然後他朝連打過來 我移動身體的時候 會有個力道旋轉 所以我只要配得上 拉手的動作 而不需要做拉手 就會有拉手的效果 就這樣 如果我在原地他上來 我要改變他的重心跟位置 加上拉手 我才能破壞到 可是如果今天他在這個位置上來的時候 我加上了身體 我不只是加速 我身體移動 我還帶開了他的重心 那你的選擇就會變得更多 我過來的時候 攻擊手肘 攻擊手臂 攻擊背部 攻擊臉部 然後直接接關節器 這都是可以的 當你今天讓你的步伐死在原地的時候 你的動作永遠都只有接跟弓 而缺乏了步伐 移位的技巧 我覺得這是可惜的 你們要開始把它發揮出來 拳頭上來 從側面帶來 這樣一下也可以 他過來的時候 拍拍到這裡 出腿也可以 這就是配合 你有距離 有變化 並且你的每一個動作 例如我今天做一個誇張的動作 他一拳朝我臉打過來 我跨 我們平常在練八四的高速閃避 閃過的時候 拳頭一拳這樣 封上去就結束了 這就是你配合上身體 配合上動作跟腳步 你可以非常輕鬆做出來的感擊動作 所以 加上了步伐 你們的動作選擇權就會很多 你要思考的是 你們現在做的任何動作 你們都要把它思考成是真實的動作 現在他要做的是慢動作 可是你要把它想想 如果他做成標準速度 你做不做得出來 第一下如果都接不到 你後面不可能接得到 做任何練習 你要模擬真實的情況 你這個收集一定通常就會被他後手黑了 你臉就已經靠他太近 而且 你的手沒有先擋住他後手的路線 所以你看 如果今天是我 他的手在這個位置 我不會壓到這裡 除非我在壓下來的時候 我是讓他的身體是側面的 那這隻手跟我的威脅心很小 可是你剛壓下來的時候 你的臉已經在前面了 而且他的後手沒有受到限制 你剛剛的動作其實只是彎曲了他的手 你沒有破壞他的重心 你下來的時候 如果有破壞到他的重心 才有可能沿路 而且你看我這個後手 我就可以拉一拉了 這個角度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是這樣壓 這是全空 你一定要進來在這個位置 而且下來的時候 是在這個點 十字線 這個位置下 你看就會有一點點 下來壓這個位置 他就有感覺 這個時候就算他出後手 我們的後手也在這裡 下來 攻擊 棒 得了打力 你看嘛 如果今天他的位置比我低 那我反而是不好做的 因為這個動作我要蹲又要幹嘛 那如果今天我在這個位置 我的手上來很自然就可以做出來 我還伸上去配合這個高度幹嘛 所以你沒有掌握到動作的原理 你現在知道動作的原理是越矮的人 打上來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效力是越高的 所以兩個人如果在對打 一個動作起來 我逼他配合我 已經叫牽制了 所以我 只要好 我們再回來 我們再重複一次一樣的動作 我知道他的手會上來 所以我就會下去 打到這裡的時候 他的手會下來 我就知道他上來 我的手就可以再補上面 這個就是牽制之間的概念 你們現在沒有在思考這一點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打人 這是最大的問題 OK嗎 所以你們的動作必須要代入這個環節 牽制的概念 變化的概念 以及不要留在原理的概念